好 施老師來看一下 這是近年來規模 最大的陣容 那麼大陸官媒 已經直接告訴你 跟台海可能的軍事衝突有關 我們看一下這個戰鬥群 上一次我們看到是 96年台海危機的 我們第一次選總統 美國派了兩個戰鬥群 一個由北 然後一個由南 然後剛好投票那天 就在台灣海峽會合 不過我們看起來就是說 目前不管是核彈 或者是海軍這個部分 中國還是跟美國或俄羅斯來講 還稍微三是小弟而已 但是他可以扮演平衡者的角色 但是說要跟他們平起平坐 那個軍力可能還不夠 不過我們看到說這個熱點 基本上我們看到是東海 然後台灣海峽到南海這個部分 這一次出來以後 可以很明顯的 就是直接面對日本 他應該是繞過來以後 到底是從巴士海峽還是到南海去 我們就是不清楚 但是因為也是烏克蘭這個 這次的美國在那邊推波自武欄 這個樣子 是不是也會同樣子 一樣畫弧 就是在台灣海峽會這樣玩 我想 中國應該他心裡有準備 也就是說他如何不被拖垮 但是也不被洗臉這個樣子 打一個巴掌 我想他應該會心裡上 就是隨時準備 但是又不會被挑釁到 你知道兩個翻臉以後 影響他整個未來的發展 好 這個陣容非常的華麗 一加七 請介大使談一下 我們的網友很專業 我剛剛看到一位網友問 他說五艘驅逐艦 請問一下055來了嗎 來了 055來了 今天確實受到關注 這個055是個南昌艦 南昌艦是個萬噸級的 他的出場也很重要 請介大使來看一下這個陣容 他這個有055他有一艘 然後其他是052D 都是護衛艦 都是驅逐艦 都是驅逐艦 另外還有一個中和補給艦 一個護衛艦 所以一共是八艘軍艦 那麼一起出航 也有很多網友說 事實上的話 一定還有核子潛艇要跟著 所以水面下一定還有 所以這個陣容真的超龐大 對 這個是非常龐大的陣容 而且他基本上是繞到太平洋去 往太平洋去的話其實這個和 在台灣的東部 對 因為航母基本上 他就是一個浮動基地的概念 這個浮動基地的話 他上面有這種遠程打擊的能力 當然除了他這些軍艦 航母自己上本身上這種火炮 尤其火箭之外 他還有可以有在這個戰鬥機 直升機 這些還有這種電子戰 電戰機什麼 都可以在上面 所以他是一個很大的一股戰力 現在其實在過去 我們台海的防衛的時候 我們東岸是我們的天然屏障 所以東岸事實上靠我們台灣的 中央山脈 事實上我們認為這是 大陸從西面攻擊 不管是飛彈 是第一波打不到的 所以我們的幻象機 我們很多戰機都在花蓮基地 另外一方我們台東有加山基地 不管是花蓮的空襲基地 跟加山地 我們都有怎麼樣 我們都有戰機的掩蔽設施 都在山洞裡面挖得很大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可以防空襲 防導彈攻擊這些 防護措施 當時好像是鐵桶江山 就是說這個是確保我們這個 空中的戰力可以確保在東岸 可是現在大陸這個航母一航行 如果跑到台灣的東岸 太平洋這邊的話 事實上我們整個東岸 又完全怎麼樣 完全等於就是說 過去的天然屏障 我們中央山脈就完全失效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這麼大一個陣仗 他這個要來怎麼講 要來合同作戰 這個就不是單艦作戰 這是合同作戰 每一個艦艇 他有他不同的功能 事實上的話 他們需要長期的演練 然後彼此之間的協調通訊 他雖然是一個例行的遠程演訊 但在這個時間點 我說俄烏戰爭的這個時間點 再加上中國大陸老師被Cue 在這個制裁的邊緣 還有就是說這個普丁 大家都在說 在這個被逼到牆角 他會不會動用核武 第三次世界大戰 不是不可能爆發 這是俄羅斯的外長不斷的在講 所以現在的世界局勢 是非常問亂 非常緊張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 大陸把這麼龐大的一個 航母戰鬥群派到了太平洋 我覺得當然就是說 第一個影響就是 他在太平洋的這個時間點 讓這個整個太平洋的軍力 立刻就有一個傾斜 直接向中國大陸傾斜 所以難怪美國日本非常緊張 他非常緊張 他這一次055大驅 剛剛網友為什麼問055大驅 055大驅是中國大陸 這幾年最先進的戰艦 在全世界驅逐艦排名 也是名列前茅的 有萬噸級 很大 有萬噸級 1萬2千噸 事實上有人說 他應該列入巡洋艦級 可是他還是做驅逐艦級 他事實上前一陣子中共 大陸海軍接的時候 他還試射了一枚飛彈 叫鷹級21 這有人說是東風21D的這種 就是說艦上版 他把他的這個長度 稍微縮短一點 可以從艦上發射 射程1500公里 我們試問 如果這一艘航空母艦 放在台灣海峽號 就是說台灣的東部的太平洋號 如果說他離台灣 保持500公里的話 那麼他以1500公里 射程的這個導彈的話 他就會自敵於 離台灣海岸2000公里 所以他這個就變成 他的整個的作戰範圍 他的威脅範圍 就擴大了非常大 這個有人說上一次 美國的國防部長 Austin 打電話給魏鳳和 有人說就是因為內枚飛彈 因為內枚飛彈 是什麼樣的飛彈 他是高超音速 他是滑翔體的 也就是他的彈頭 是像東風21D 那樣子滑翔體的 只是說東風21 本來是陸基比較多 他這次從海上發射 海上移動基地 他就放在那邊 他就可以增加他的射程 因為他1500萬 所以他說是航母的 一個最大的殺手 所以基本上就變成 美國會相當的傷腦筋 因為美國如果說 台海聲勢的話 他現在的航空母艦部署的話 只有一艘放在日本的 橫須賀皇 這個叫雷根號 這是一般新的一艘航空母艦 在日本的橫須賀皇 另外過去往太平洋 西太平來的美國軍艦 大部分都是從美國聖地亞哥 軍港過來的 不是卡爾文森號 就是林肯號 都在美國的西岸 他過來的需要時間很長 可是問題 如果大陸把航空母艦 放在離台灣海峽 離台灣東岸500公里 或者甚至1000公里的話 事實上這兩艘航母 只要美國從西岸過來的航母 只要靠近台灣2500公里 或者是2000公里 2500公里 他就已經進入到大陸 尤其是055大區的 這個射程範圍裡面 這個它是超高音速導彈 是最大的 它是最後的就是說 可以高到10倍的因素 可是它的問題它會變軌 變軌就是說你無法攔截 超高音速度它就是滑翔體 前期升彈道 它進入回大氣層 它在回大氣層會飄 會打水飄的飄 一飄的話 它的彈道的參數 就重新要計算 所以是沒有辦法攔截的 所以有人說就是因為 這個055大區 前幾天射了一個 英級21這個導彈 那麼就造成了美國的奧斯汀 趕快繼續打電話 打電話跟魏洪河通電話 有人是這麼一說 不過這一次就是說 反正軍方大陸的軍方 事實上就沒有表示了 我們媒體是說 是因為我們的漁船 在海上看到這些 對 說在海上看到嚇壞了 對 是我們漁船看到了 從公國海峽出太平洋 因為中國大陸出來有幾個水道 公國海峽一個重要的 進入太平洋水 在那個地方 我們漁船看到 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有優惠我們中天的網友 這些東西都可以 在我們快點購網站上投來購買 現在有三種不同的好康組合 購買的時候 不要忘記我們有非常多的折扣代碼 可以給大家來輸入 可以享有一些優惠好康